那这说法已经够让人郁闷了 等到兵王勇出土 陈警员就更加做不住了 先发现了个 这个陶影 跟着天人打小 这个 一样的 本来就是那是秦始皇林的 这变成 那这就是变成了就是 假如说他们这个观点对的话 那我真的观点做就不对 也是 如果兵王有真的是秦始皇的陪葬品的话 那就是证明秦始皇给自己修过墓 这也意味着陈警员在书里提到的观点 秦始皇没有修过林墓 这是个天大的错误 下一来陈警员肯定不干了 他还叫上针儿了 他是要找出证据 证明兵王勇的主人 不是秦始皇 那么搞建筑出身的陈警员 真的能找到什么可靠的证据 那秦始皇兵王勇的这说法 真的会被解决吗 兵王勇的主人不是秦始皇 到底是真是假 是在头盔的兵勇 与此如生的战车 吃起斑斑斑的青铜兵器 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另外不像的丽马蝎 又为何会距离 传统 八次算命书 亚诚八次命书 是基于春城八次随将的地门招牧书 向大家推荐几位 研究八次命书 二十亿年的道长 现场八次算命书 举家风险部 零服法庭 道长危机 二零八八 二零八八 今天成统正在为您的秘密 他让你说的 陈警员要证明自己 就必须得把兵马俑的真正主人给找出来 说实话 这差事一点不轻松 地球人都知道 自找兵马俑出土内天体 各路媒体就已经给他打上了秦始皇陪葬战的标签 既然那些演的兵马俑的影视剧 也都是围绕着这个概念打造的 比如说前些年 陈龙演的那部电影《神框》 那边说得很清楚 说秦始皇被死说不得人打扰 这才特意见到的兵马俑 但不是张俑演的这电影 是兵马俑的兵马俑 这的确说明那种现状 那就是人们普遍认为 兵马俑的主人应该就是秦始皇 眼下呢 陈警员想要改变人们的观念 不用说 那肯定是要拿出有利的证据 可是这样的证据存在 还就是说 真让陈警员找到了那么几张线组 他在考古人员的排除下 近距离观察了每一个兵马俑 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件怪事 什么怪事呢 那陈警员注意到 这个永康里的阵仙兵 有无意例外的东北败神兵 没头盔 这事明显不对 要说古人打仗不像现在 那是要进取于厮杀的 这种场合谁要是敢不在头盔 被敌人往脑子上招呼一下 那小镇人律长就能玩完 所以呢 有没有头盔 是判断军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达论 可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皇军队打遍六国没地上 战斗力肯定是相当高 所以陈警员就认为 是这些军队正在使用的装备 那在秦始皇的年代 军队有没有战车 这个陈警员查了很多的实验 他发现 在秦始皇 军队的确实很流行的战车 这东西跑得很快 很容易冲翻敌军 士兵们在车上站得高 也更容易地下车地连出过的 那战车里也有了很大的毛病 就是不过灵活 且要整个弯上的非常不方便 所以到了秦始皇当政以后 就放弃了使用战车 改为用骑兵和步兵配合 这样的话 军队更轻便 也更方便打仗 从这点来说 兵马永坑里头 这只以战车为主力的军队 应该不属于秦始皇 这还没完 接下来陈警员就发现了第三条线索 他注意到 在兵马永坑里头 出所了很多青铜材质的兵器 这种沉重的青铜兵器 在古代曾经被广泛使用过 但是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 到了秦朝那个时候 很多地方已经改用了更加轻便 刷上面更强大的铁制兵器了 史料近来 跟秦朝同时期的 宠国 韩国 赵国 士兵们用的就是这种 风力无比的铁制兵器 但陈警员就说了 秦始皇这样一位会打大的皇帝 会放着先进的铁兵器不用 而选择已经落伍的新铜兵器 这肯定不会啊 说到这里 头盔 战车 青铜兵器 都让陈警员得出结论 丁马永的主人应该不是秦始皇 后来他找来了丁马永坑这一带的地图 仔细一看 就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疑问 什么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地图上显示 从秦始皇陵到丁马永坑 最近也要1.5公米 如果再加上永坑本身的宽度 这距离还要更远上一些 可是从常理上讲 谁会把陪葬放到这么远的地方 明显不会这样的 那也是 咱们以前节目当中也说过过 不少帝王的大墓 墓里头也有陪葬品 可是那些陪葬品的位置 要不就放在这个墓墓里头 要不就是在旁边很近的地方 还真的有隔着一公里多那么远的 这下陈警员正下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丁马永的主人不是秦始皇 这下陈警员正下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这下陈警员正下证实了自己的判断